老话说懂季夏梨 夏季的鲤鱼产子其间 它的身体飞弱肉质解湿 做汤醋鱼特别好吃 大家好我是汤广赛 今天呢咱们买一条鲤鱼啊 做一个汤醋鲤鱼 首先是这个食材呢 咱们享用二斤左右的鲤鱼 让菜肠的老板帮忙摘下好之后 我们分来一下洗干净 在鱼身体上面用两个手指的宽度 用刀直的切下去 切到骨头的地方 别给切断了 就是你感觉有骨头的时候 就不要再往下切了 随后再将刀身捉剑放平 向内片 别把肉给片下来 切成这样子 切开来之后呢 里面用刀再稍微的改两个小刀 这样呢它容易入味 接下来呢 咱们再用两个手指头的 再撕一下子 它是同样的操作方法 将这个凉面呢 全部都是让切弯 在尾巴的部位 交叉切两个刀口 它切好以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提起来以后呢 肉是向下反 但是不能掉 每个上面呢 打几个小口子 容易入味 这个鱼咱们切好之后呢 弄点这个葱和酱 放在这个喷里面呢 稍微加点料酒 再来以备水 二斤鱼 大概放三十克烟 用手 十斤爪 挪这个葱姜 把这个香味啊 给它挪个到纸水里 最后用着纸水 把这个鱼肾呢 给它给涂满 这一步的目的呢 是研制这个鱼 给它研制如味 有点底味 还有曲性 增强的效果 鱼腌制的时候呢 哎呀不要掀着 准备一个碗里面 挖两勺玉米淀粉 再加一勺面粉 一个草鸡蛋 咱们尽量用蛋黄 挑出来颜色好看 随后慢慢架水 挑成这种厚厚的糊状 用手弄起来拉丝 拎到底不断 挑好以后呢 一定要稍微放点油 扎出来呢 这个鱼才能锁 鲤鱼大概研制二十分钟左右 把这上面这个葱姜呢 全部给剪掉不要 记住了哈 关键点 一定要先攀一层 干淀粉在上面 要不然这壶子 补好挂上去 之后再将这个 挑好的壶子 全部给磨上去 磨完以后 踢住尾巴 再将这个壶子呢 盖给空一下子 这个鱼肚子里边呢 有个小木棍 把它撑开来 这样扎的时候 受热均匀 起成热油温 以手扣贼 以手踢尾巴 尾巴显入油过 两面一定要展开来 显定心 鱼肾一定要称丸曲状 就是尾巴和头呢 尽量抄着铁 用漏梢和铲子 把它呢尽量往一起按 这样可以扎出 昂首撬尾的状态 签起大火定心 一面扎好以后 再把它反一面 反过来以后 也是时钟 给它保持这种姿势 用裹铲和漏梢呢 给它焯着笼 定心以后 用小火慢慢扎 至少要持续 二十分钟以上 快要扎好 出锅的时候 汤面另起一锅 来搭炉子 优热以后 下蒜泥 点出香味 再用一百克的 农错橙汁 配上五十克的 番茄沙子 用铲子 抚轻嚼 炒至冒泡 用二十克的 面白汤 补充汤分 大概十克的 白醋增加酸度 再次熬制冒泡 所谓料汁备用 这个时候 将鲤鱼 从热油中捞出 控油 装入攀重以后 拎上打好的料汁 外酥离嫩 酸酸甜甜 特别的好吃 一会儿 再次熬制冠 车的 刺激 车的 宝贝